讲员非常感谢主 然后我只是一位初学者 然后这个题目非常的大 我是有一个戒身恐惧的一个心来学习 我希望我对大家可以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其实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知道动力的转换 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 动力的转换的核心是 它有一个圆盘 这个discipleship最主要的精神就在这个圆盘 从第三章就开始介绍 那这个圆盘是我们整个需要 它整个的action都让我们来认识这个圆盘 这个圆盘里面有很多的层次需要来了解 但是有一个可能没有画出来的就是它的核心是主耶稣 我们发现假如说一切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来说的话 会很辛苦 所以要晓得我们一切的核心是主耶稣 然后呢 还有这个评估表 我们看了半天就是没有表 但是这个表呢 是provide a guideline and principle 然后让大家依循根据你们小组教会的情形来制定你们最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那个来做成你们的评估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下一页 我因为对这个题目 也觉得需要更多的研讨 我再搜寻到这个作者写了这四本书 那这个discipleship是那个英文版 对我很有帮助 然后他有另外一本书叫real life discipleship 那很重要的是这个real life discipleship里面有一个training manual 那个training manual是有非常detail的非常detail的step by step 每一个部分 哇我是觉得开了我的眼界 我开了我的眼界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程序 我们需要来学习 我们今天好像是刚刚开始 那我刚刚前面也学习到很多 然后呢 我们来再回到这个focus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看这个书 看了一下就会慢慢 会想到只是be a disciple 其实这个书的名字叫 是要make disciple who can make disciple 所以这个是更重要的是 转化我们是有向主的生命 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要转换成向主的生命 然后下一页 下一页 教会的评估我们想到几个问题 说琳琅堂我们有可以容纳多少人 每周有多少聚会有多少人参加 多少预算多少人得救 这是我们一个大概都会问的问题 我们对于到团企来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 我怎么加入啊 有什么几个小组啊 但是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落入了一个模式 就是你希望能人数多啊 然后希望一个聚会的模式 只要维持那个聚会就好了 但是这个评估没有反应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是否在make disciple 是否在制造门徒 不是维持聚会 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成长 让大家有真身复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下一页 我们如何更有效来评估教会 大家想到评估都有点害怕 因为评估就是打分数啊 对你对你的目标方向 我们前面讲到目标啊 第九章讲到目标 然后打一个分数啊 但是呢 呃呃我们呃对于灵性的成长 圣灵九果门徒造就 我们讲怎么打分数 我们怎么样知道来评估 我们做的怎么样啊 那呃这边右边有一个图啊 这个是整个的这个精华的这个 呃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在这个图 就是呃五个呃五个阶段啊 灵性成长的五个阶段啊 特别讲到仁爱喜乐和平啊 那这个成长的阶段啊 呃五个阶段前面已经讲过很 非常详细的介绍啊 但是呢啊 我们呃呃呃怎么来评估呢 呃我想就是当我们评估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时候 也要特别的小心啊 因为我相信有的人我们认为他是呃 baby 呃 infant但他觉得他也是child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的评估啊 因为评估呃呃最容易的方式啊 就是自我的评估 我们若是有一个好的灵灵性的评估表 做自我的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举例来讲我们读圣经就是一个评估 因为圣经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照亮 当我们越读的时候越知道自己的缺点 那我们评估 我们有很多人很久就没有评估 就会留在一个阶段很长的时间 他不觉得有长长镜的需要 当然有一天照了镜子的时候 哇我脸上怎么有一个疤 OK所以就会想想想办法来改进 有没有那呃呃呃 前面已经第三章有对于这个过程 已经有详细的介绍啊 我今天不再重复啊 然后呢呃最重要的这个评估会 代表我们目标和方向 我们看到没有我们今年新年新希望 马上就来春节又到了 我们今天有什么新希望 我想很多人发现是漠然无语 因为他的他的没有目标的方向 我们对团契教会也没有目标方向 若是团契没有目标的方向的话 我们也会漠然无语啊 我们是不是停留在原地啊 没有改变啊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 我们若是没有成成长的话 或者有可能会退步 特别在疫情中间很可能会退步的啊 啊那我们想到去年 我们的一个代表是什么呢 啊你会想到一张picture 我们这个group picture 我们想到所有的去年的象征 是一个group picture 但是最好的还是一个好的评估 看去年有一个有没有一个好的成绩单 是更好的一个评估 好下一页 这个是凌晨的五个阶段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啊 已经讲过这五个阶段啊 那这五个阶段呢 我特别想要讲的就是啊 这个呃成为一个门徒啊 这个第一个就是一个作为一个门徒啊 我想我们团契的举例来讲 我们团契的契友啊 很多的人啊他没有认为他有这个需要进入这个门徒的过程啊 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让他来认识啊 他有这个需要啊来做这个门徒的长进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有一个可以帮助大家 也许就是啊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评估啊 让他们啊愿意做做门徒被造就有长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我相信呢很多的人是留在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很多是可以造就人的 有些人是可以被造就的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认知 他们就留在这个呃没有被connect起来啊 那是非常的可惜 那有很多成熟的基督徒呢 他们也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他们是很成熟 也接受了很多的装备 但是他们没有变成一个intentional disciple maker 我在下面这边讲到intentional disciple maker 我们不只是装备了教会有很好的门徒训练 但是要变成一个intentional disciple maker 你需要来主动的带领啊 主动的啊来做采取行动来带领带领门徒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需要安排啊 这个match就是为这个有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grace讲到的这个relation啊 当不只是有这些所有的训练之后 有人愿意做门徒 有些人已经被训练release变成disciple maker 但是还有一个relations非常重要 就是你们要有足够的关系啊 他觉得可以互信 然后我们要决定who how where and when啊 来做这个门徒训练 那我也可以想到我们小组聚会中 其实也可以在小组实验 也可以做一些门徒的训练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非常觉得有兴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定期的生活茶会 现在这个茶会已经变成zoom meeting 在这个茶会中希望营造一个温暖的环境 这个学习是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 然后发现需要彼此有互信 彼此可以open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需要努力来营造的 那我们需要有近期的目标 定期的来评估 不只是group的评估 并且要自我的评估 我们发现每一个团体 就是有一个共同最大的需要 就是我们缺乏福音朋友 我发现有福音朋友的小组是比较幸福的 那所以我们建议现在仔细的来思考 怎么样能够做这个定期的生活茶会 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式 我们下一页 那动力的转化 那从数量的增长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都来做维持这个聚会 然后呢 并没有想到质量的增长 就是成长和拆拍 没有想到这个 所以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基督呢 这边有一个这本书的一个最精彩的地方是 有一个release scorecard 就是一个拆拍的评估表 这个拆拍特别讲到在这个 discipleship的will里面呢 这一个轮子里面的转盘里面 一个服饰者 还有门徒带领者 他们需要有一个程序 最后完成他们的训练 完成他们的mentoring 最后可以被拆拍出去 做服饰 那所以他们是equipped and motivated to share the fac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已经被培养好 拆拍出去 他们是有能力 改变 改变生命的 这个拆拍者呢 他是有动力的 这个非常重要 有动力和卫性的分享 信仰和 自己做门徒 然后领别人做门徒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今天提醒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回思就是 自己反省 自己有没有可以再做门徒 我们怎么样带领别人 若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门徒的话 那这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不只是我们觉得这个目标非常重要 并且这个小组里面 和这个团体里面都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到要传递意向达成这共识之后 大家认为这个是很努力的事情 然后我常常想到就是说 我现在来想到评估 已经也许太迟了 我现在在计划的时候就想到评估 怎么样评估 我们第一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大家达成了 要大家达成了共识之后 然后来努力之后 然后再以外里为对不对 然后所以这个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给我们目的 并且是我们值得一个庆祝的事情 除了生日之外 可以庆祝的事情我们达成了我们的目标 还有这个discipleship的核心是 核心是非常重要 就是神的话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大家觉得好像不好意思 对不对 但是有神的话 有圣灵感动 你就好意思去做 因为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那我们有一个读经之后 我们又愿意为主活的一个生命 为主活出爱心 然后分享我们的信仰 分享我们的生命 还有成为一个intention 有目的 有主动的disciple maker 这个是非常重要 前面一再讲到说生活的互动 生命改变生命 然后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个程序当然没有拆派的评估 就是我们过去的光景 是我们大家也晓得 但是这个成为一个门徒的导向 是需要付代价 需要有共同的意向 然后我们下一页 拆派评估表的这个观念 其中有一项就是 生命改变是由于 持续在关系中 相处而生的彼此督促 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间 彼此督促 彼此帮助 约束鼓励来产生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下一页 这个我有再回到这边 其实永利已经讲了非常的清楚 分享连接服事 门徒带领者 但是这个每一个细项其中的 分享福音 分享生命 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小组 每一个组长可以来记录 并且 像我们这次聚会有哪些特别的分享 记录下来 这个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记录 哪些连接神的 连接小组的 被邀请来新朋友 哪些被装备的 哪些人开始来服事 都可以记录下来 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日记 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有这个成长的日记的时候 我们就有方向 我们知道我们哪些地方是比较缺乏 我们哪些地方需要努力 给我们新的一个方向和 和值得庆祝的地方 我们再下一页 那个我们知道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评估里面 就是要有多少成熟的基督徒 可以make disciples 最重要的评估 但是呢 我们在团企里面有多少 可以服事的 可以做disciple maker 可以成为intentional disciple maker 然后呢 这个缩小焦距 这边是一个建议的 我们做一个小组长 每个基督徒 可以做的评估 我就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讲 我们提到下一页结论 下一页结论 然后这个成功的评估是培养 灵命的成熟 不断有长进成为主的门徒 并且使他们带更多的门徒 定期来评估讨论 提醒努力的方向 然后花时间认识 培养的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 让每一位都知道自己的属灵阶段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想大家都不好意思来讨论 属灵的阶段 但是自我的评估 让自己知道有这样的缺失 有这样的需要 非常重要 并且设立近程和远程的目标 然后我们大家都了解四个原则 SEMB Share Connect Minister Disciple 并且有行动 有结果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仲凯 非常清晰的分享 那我们教会有一条很清楚的路 我们继续往前行 我记得有个牧者 在台湾一个大教会的牧师说 他们教会是从模模糊糊走向清清楚楚 那这是神的恩典 我相信神也在我们当中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过去七八年都在质量上 在下功夫在努力 我们的门训小组团系 都是在改变我们的质量 当质量成长的时候 数量一定会成长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李金传道 最后一棒 转化为